以前可以摆地摊的 现在地摊也不让摆了 这是我们菜场路口 你看都要扫码进去的 两个人在旁边守着 不扫码绝对不让进的 我们这里管得特别的严格 大家都要扫码进去 扫完码以后还要给他们看一下 看一下才能进去 这是我们那个菜场的早餐店 就这早餐店稍微好一点 还有点生意 但也不是很好 早上到了8点钟差不多就结束了吧 你看我们摊味道了 没人了 老板在坐那里休息了 有点人气也没有 老公在卖衣了 终于做了两个生意了 你看没两个人 哪条发帘 半天就做这两个生意 生意太差了 现在实体店的经济真的是太难了 不是一点点的差 是特别的差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一觉醒来社区变得 忽然这么热闹了 全都是人 全都是人 全部都是做核酸的 超市里面的蔬菜都被抢没了 刚才出去做了个核酸 然后一看我去整个小区全都是人 10月2号 看看我们商场现在的情况 大家都坐在店里边看手机 几乎就是没有客流 这疫情突如其来就来了 大家都在焦急的等待当中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敢销售的 还有大老板们 都为十一准备足了丰厚的礼品 还有活动特价的商品 没想到一场疫情突然之间就来了 突然之间我们好多的商场 饭店都按下了暂停键 没有办法 我从早上到现在两点多 一直守在店里 就来了一个顾客 还是挺幸运的啊 他们来看了一看 但是没有成交 也不知道这个疫情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们这个商场里 现在就是空空荡荡的 除了老板就是导报员 客户几乎没有 大家都捂着口罩 真的是 今年真的是太难了 正月十五的时候 我们在家待了两个多月 现在又是十一 又是一个国庆的 这么一个大促销的一个节日 又开始出现了这个疫情 真的让人措受不及 什么情况 这家中民晚会 竟然关门了 里面有一家素食餐厅 我想吃素食 现在吃不到了 上面红色的大字都没有了 看一下 关门了 我们到另外一个门那边看一下 这边是商场的另外一个出口 前面那边有扶梯 扶梯也停了 这个商场怎么就关门了 我住的地方离这里比较远 很少来这边逛 只到里面吃过素食和壮壮热 现在它竟然关门了 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 难道大家都网购 实体店生存不下去了 你们的实体 今年都干的好吗 由于大环境影响 好多实体店都要撑不住了 这不是刚来一个姐姐 她做四套煎米 来两套黑米的 两套杂粮的 其实我已经有好久没见她了 我才知道 她的实体店已经快撑不住了 她跟我讲 以前她进鞋的时候 一双有十几块的 还有几块的 今年她说鞋都涨价了 她根本就卖不上下去 而且经常三天两头都关门 每个月房租都付不起了 所以她今年有好多时候都没有开门 因为开了门也没有人 有时候一天都开不了账 我才知道实体行业这么难干 我感觉我的早餐虽然是难干 但是我们只要出汤的话 多少都能卖点生活费 就那段时间我们小区封控了 我一早晨只卖几十块钱 然后也有点买菜钱 没想到她那么惨 居然开一天门都开不了账 这是我没想到的 今年的实体店生意真是太难做了 这是一条在居民区中间的商业间 往年这条街上的眉面 都是非常好往外出租的 但是从去年以来 这条街上有很多眉面 都租不出去 都在空闲着 这个小眉面 之前是做美农的 上任租客走路有半年了 也就是说这个眉面 已经有半年没有租出去了 房东也正非常着急 以前这个小眉面要两万块钱一年 现在呢一年一万六就可以一万万租 就这样还是没有人来接盘 主要是呀这两年疫情的影响 实体店生意不景气 很多人都不愿意再投资做生意 这条商业街周边有四个居民小区 大概有三万多人 在这条商业街上 往年的生意还是非常好的 有很多的美容美发 还有小吃店 还有一些房屋中介媒店 但是现在有很多媒店 都空闲出来了 都租不出去 可能给大环境有关吧 现在的私底店生意真是太难做了 现在这买卖钱完了 看这店主呢 看这都是店主 存在门口做的 没有生意 他这个地方以前那是村土村景的 现在也都是出队 以前就是说这十多万 就一个小屋不大点 就得十多万房屋 那都抢 现在完了 这是你们看看 就守着这个喜马特商场 这整个一圈就是在我们沈阳 算是一个商圈 这一趟小吃一小鸡 以前呢 是商场的员工跟和逛街的 走到这块都得吃点喝点 现在干脆没人 下下户户都这样 之前是靠这个马路的沿流量 维持这个店 现在干脆就是也没人逛商场 没人逛街 逛街太少了 再加上有这个特殊情况 是吧 现在只能说靠一些这个外卖 但是外卖 这个平台吧 给价格压得有点太低了 到商家手中几乎都不挣钱了 所以说这局部为简呢 太难了 现在我们在公馆这边 通常公司放假多 没什么班上 就是公馆给他又不是一 他就是上一个月上两三天班 四五天班 这个上的多的上十五天班 天天玩牛市做 回家也不敢回 这个上半个月班 或十天班 也整个生活费也好 回老家的话 生活费也很好 很赖很赖 很赖